好,今天我們來看看Band Recognition Statement Band Recognition Statement叫做銀行往來調節表 我們會看看三樣東西 第一個是Purpose,第二個是Difference 第三個是怎樣做個Procedure Purpose是我們會看看為什麼我們會準備這個 Recognition Statement 最主要其實第一個點是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ank Balance 和Band Statement的Balance 為什麼大家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想看看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錯誤 其實是因為ERRORS 所以LOCATEERRORS MADE BY BANK OR THE FIRM 那這兩個就是Purpose 好了,然後我們再下去了 去到Difference的時候 其實就是為什麼它們兩個字之間會有相差呢 Band Balance的帳戶和Band Statement的Balance 為什麼會有相差呢 其實最主要來說是因為這個Point的Timelapse 就是說銀行的Balance和Band Balance 它們之間有個時間上的不混合 什麼意思呢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如果我去銀行處理一張票 今天是月底 那我已經賣了數了 那銀行 我就入了票了 那就是說 在我Band Book裡面 應該就已經增加了錢了 已經增加了錢了 但是呢 銀行有於需要兩天時間 才可以處理多我那張檢查的 那就是銀行的Band Statement裡面 其實就未入到我那張檢查 那其實就已經有Timelapse 那在這些Case之下呢 我們就會做回這些更新的 OK 那我們就記得了 如果Items appear on Bank Statement only 就是說這些Items 其實是你在Band Statement裡面 會發現的 譬如說 Dishonored Check Dishonored Check的意思就是 你開了一張票 但是這張票呢 最後就彈了 或者 即是你開了一張票給別人 但是銀行準備彈了 就是你有沒有給啊 沒有給到 沒有給到的時候 就是說你應該要加回 下去了 而這個跟Accounts Payable是有關的 加回到哪裏呢 加回到Band Account裡 反過來 如果我收到一張票 但是彈了 Dishonored Check 那就是我有沒有收到啊 沒有 沒有收到的時候 就是我跟誰收的 Accounts Pay is Receivable My Account Receivable 沒有收到錢 那就是說我Band Account應該要扣 要減回那個錢出來啦 好了 第二個 Band Interest and Bank Chargers Band Interest 就是說 我銀行有些錢在那裏 所以要加回到Band Account裡 第二 Band Chargers 如果是少了的話 那就是扣我了 扣了數的時候 就應該減了 那就是因為收到我的錢 是不是 這些收費來的 所以我會update Cashbook的時候 要減 Octopay, Standing Order and Direct Debit 這三個其實都是類似的 我們說的就是 你的 Standing Order 就是說你 譬如給一些水費電費 或者人工 那我們是用自動轉帳 或者每一個月都跟銀行說 我一定要給某些人 這次自動已經扣了 但是你Cashbook未update的 所以我Cashbook要減回 因為他是給錢的 Credit Transfer 所以別人收到的錢 給這間公司 但是Cashbook未update 所以要加回個Cashbook的 好 上面這些都是Item Appear on Bank Statement 好 下面Item Appear on Bank Account Only 就是說你發現 有些Item在Band Account裡 但是在Band Statement未出現 為什麼呢? 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Unpresenter Check Unpresenter Check的意思是 就是說我開了一張票 但是 即是在Band Account已經減掉 但是銀行就未過數 於是我就要在一個 為了令到最後的數 即是最後Band Account的數 和Band Statement的Balance的數 於是我要加回 update Cash Band Mercation裡面 做一個add的動作 Uncredited Deposit or Launchment 就是我已經收到錢了 在收到錢的意思是 在公司已經收到錢 不過我存入銀行的時候 需要一些時間 銀行未處理 於是銀行最後的Balance裡面 是沒有我這個數 於是我為了要做Band Balance 於是我要減回它出來 那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還有一些error 我們再看第三項 第三項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有個 procedures需要看的 譬如 第一 Crossed out the same-minded appeal 和Band Account的Band Statement 意思是當我 有一些full version的題目 不是很像我們這些題目 是會有 它會顯示Band Account 和Band Statement 給我們 我們需要把同一個item 同一個item 發現同銀碼 同人名 或者check number 是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查了它 那就是那些是不需要理會了 因為它已經做了 即是沒有差別 好 找些差別 第二 找些差別出來 updateBand Account OK 第三 最後才用回Balance As Per Adjusted Cash Pro 即是你在第二項做的Balance Carry Down 那個數 OK Carry Down 那個數 先做一個開始 做Band Account Statement 基本上不是這樣 不過有時候有些題目 它會叫你用Balance As Per Bank Statement 那個數去開始 所以最重要都是一個看清楚題目 OK 這個就是個講解 這個就是個講解 我們等一下會去看看 究竟有兩條題目 Question 1和Question 2 都有其中個 是 好看